明杰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班農的說法 那臺灣在11天之後要選舉 美中事實上都企圖影響今年臺灣的大選 對 我們看到事實上中共對臺灣的大選 從1996年臺灣首次這個民選總統 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文攻武嚇的一個模式 那到現在二十幾年來 這麼多次的總統大選 事實上我們看到 他有在做他的模式的調整 特別是譬如說 在選前進行所謂的武嚇 因為1996年的這個總統大選前 事實上他的這武嚇動作非常的激烈 從1995年的6月開始 連續七波到1996年的3月 那這麼多的軍演 那甚至有這個兩次兩度 總共這個大概前後加起來 事實上是有五波一次兩枚 總共十枚的導彈 對臺灣進行試射 這樣的一個大動作 反而造成了這個當年 李登輝高票當選剛才提到 得票率達百分之五十四 反而是反效果 所以他有修正有在檢討 那所以武嚇的動作 事實上到兩千年前 那時候因為1999年 因為李登輝又提到兩國論的這個東西 這個論述 所以導致那一年的兩千年選舉前 還是有武嚇動作 兩千年的這個選舉前 事實上1999年 那時候共軍的戰機 從那一年開始出海大批出海 本來解放軍的戰機是不敢出海的 他們很怕失事 那一年出海的頻率高達一千一百架次 那那時候就是用這樣的一個軍事的手段 要對臺施壓 那也企圖影響選情 所以兩千年到最後還是反效果 還是陳水扁當選 所以這樣的一個反效果的檢討之後 我們看到後面 他就改打別的策略 用這個可能譬如說像到2004年的時候 他不再選前武嚇 他改成在選後武嚇 因為他研判 譬如說這個 當然2004年那一次319槍擊案 我相信北京也是這個有點傻眼 也沒有料到 那變成說選前他沒有武嚇 他保留到選後520就職前 那等於同樣那一年就用這個選後 有八艘軍艦兩批次 通過台海的方式對臺灣施壓 那時候主要的目的是 是對陳水扁在520就職典禮的演說 希望他在兩岸政策上面 不要脫離他們北京的一個框架 從2016年事實上 共機落台的頻率都很高 到去年選前半年將近六個月的時間 共機停止落台 也就是說他會評判 哪一個陣營的贏面比較大 特別是如果符合他期望的 譬如說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有望的時候 他武嚇他就不做了 他就單單純透過政治滲透的方式 那特別這個所謂的和平統戰方式 那軍事的這一個這個部分 他就先放下 但是今年很特殊 大家也會問 那奇怪 那為什麼山東號還要來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照理說 我認為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 這個我們不曉得 是不是北京方面認為說 現在國民黨的這個選情 似乎是不是不是那麼樂觀 所以我來武嚇一下 對選情好像也沒有太大影響 這是一種可能性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第二種我覺得 如武嚇的手段來講 他這一次是譬如說 因為我們知道 1996年那時候 這個解放軍還沒有航母 那時候是用所謂的導彈 東風15 在設在這個基隆外海 設在高雄外海 導致美軍的獨立號跟一米之號 兩個航母戰鬥群過來 然後要維護台的和平 弄到中美雙方 這個不可開交 中共自己下不了台 所以這樣的一個高強度的一個 軍事武嚇的手段 對中共來講他也會認為說可能反效果引起國際干預的這個負面效應很大 所以改成用航母 航母他的這個強度不高不低 我通過台海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他山東號通過台海 我們看到美軍到現在還沒有在做相關的反制的這樣的一個作為 我們研判很難說因為過去除了這個解放軍的動作之外 我們過去每次總統大選前我們關注的還有什麼 這個美軍的航母有沒有在台海周邊巡弋 那過去就我們看到好幾次選前或選後 不是在選前或選後都有 這個小英號航母已經在這個台灣幾次選舉的這個前後的階段都出現在台海周邊 那這一次也許我們不知道也許選後也會出現 那像這樣的一個各方各種的這種武嚇的模式 他不斷的在做變化 更特別的是說這一次山東號穿越台海 我們看到國內 國內對這個訊息 我不知道因為民眾可能對於這個文攻武嚇事實上已經習以為常 也沒有在怕了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是這個源於什麼 源於事實上從2008年 我們看到很多推降到中國去交流 到2012年也是一樣 持續到現在才開始有所謂的法令去限制 另外就是網路戰的部分 我們看到平時根本不缺文攻武嚇 每一天你在媒體上都可以看到大陸的影片的訊息 在宣傳那個解放軍多威 對台灣這個武統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心理戰的結果 到現在他在選前事實上文攻武嚇 對台灣的選情事實上 我覺得影響都非常有限 他們未來在選後應該也會進一步檢討